寫歷書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表現一種古樸豐厚的感覺 水墨、汗墨淋漓的感覺 很多人在寫的時候都會把它寫得太乾淨 就不好看了 所以為什麼清朝的歷書寫得最好 因為他用楊好生軒 所以造出這種渾厚的效果當然非常好看 楊好在清朝是被用到極致的 我們在寫這種歷書就是要學習清朝人如何用楊好寫歷書 當然你就可以類推到漢朝這些禮器、語音、史成 你該用什麼方法去寫 你可以把清朝這一套拿來用寫出漢朝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不用清朝這個方式來寫漢碑 那你會寫得很醜寫得很怪 因為漢碑失傳了很多年了 中間都沒有人寫 為什麼清朝寫得好呢 就是因為清朝發現寫漢碑的方法 然後自己再加以消化、吸收 變成漢代清代的歷書 所以學習清代的筆法、幽默、用筆很重要 筆 筆畫好多 找空檔聊聊天 剛才有提到清代的歷書寫得真的很好 歷史上很多人寫過歷書 我舉一個最厲害的叫趙孟輔 趙孟輔個體都擅長 他也寫歷書啊 可是怎麼看都覺得不對勁 因為他的方法都是用楷書或行書的方法 行書的用筆、行書的方法、楷書的用筆、楷書的方法 然後想來表現古代的歷書根本寫不出來 所以趙孟輔這種上下五百年、綜合一萬里的偉大書家 這麼偉大的人他都寫不出來 你怎麼可能寫得出來 所以還是要參考清朝這些 金石學家想出來的方法、學習他的用筆 這個不好寫喔 就是兩個距離到底要讓多遠喔 有時候也搞不清楚 所以你必須要心裡有底 在寫字的時候心裡想著 等一下到底要留多少讓他寫 那如果你沒有留好待會 你就會覺得奇怪怎麼寫起來 不夠寬啊、不夠窄啊 那就沒辦法 有講過如果說你真的怕沒關係 先把中間的字寫好 就把框框留在最外面 這是沒辦法的事 當然如果你很介意筆順的話 你就照正常筆順 我是不介意大家用正常筆順 正常筆順把外面框框好 又在寫裡面 到時候擠不進去又不是我 是你擠不進去 貼作品出來的時候 人家只看到你擠不進去 人家不會說 哇你筆順好棒喔 哇我們原諒你 因為你筆順棒 所以擠不進去很正常 不會有人這麼說啊 我上面這個都很重 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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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石器 凝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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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肌料凸出去再凹進來 平常有點墊尖的效果 有點墊尖的效果 光 光 這裡是遠轉的 向左 然後一圈向右 切筆是方硬的 後面是圓盾的 然後這邊撇是硬硬的 然後硬擠上去 接的比較好 近 這裡要做燕尾 做表現 誇張的筆 光 背 背 上面這也很好 先拉到拉長 在這一篇 都拉得好長啊 如果寫過凹桃孫 就會覺得不太習慣 因為凹桃孫不會寫這麼長 那這一瓶就有啊 那這一瓶就有啊 好 前面是芳芹筆 混合 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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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 很重 拉到底 杯